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有去让一位师父观音果 说是先到众生看上我了 具体是可能是这样吗 这个很正常啊 六道众生都有可能看上你啊 先到看上你也没什么是吧 我们甚至是缘分那么多 处缘都有可能啊 大家坐在这儿是吧 我们有时候看上谁也很正常 缘分到了就看上咯 但是你去不去那是你的决定了 他看上你就去啊 也可以拒绝 那我不去 我要修炼成佛 但是你拒绝了 他不骚扰你就行 无所谓真的假的 在这个世界有些事无所谓真假 不影响你的生活 又不需要你的修炼 你为什么要搞那么明白 本来就是错觉产生的 很多事情没有定论 很多事情无所谓真假 不需要搞清楚 你能搞清楚吗 你说我是个好人坏人 你能搞清楚吗 我昨天我骂人的时候是个坏人 我今天不骂人好人是吧 你很难定议我嘛 很多事情你很难 尤其中国人 福祸相依 除了就不是绝对的说问题的 说夫妻或者里边福祸 你小福的时候你就想着祸 但是大家说 这不是搞乖吗 小福的时候还让我想着祸 这不累吗 但是 这不是让你累 但是这是个哲理啊 这是个道理啊 它是告诉你 不是让你那样想问题 是让你去那样认识事件的 不是你每时每刻都说 我去圣人说 福祸相依 我现在正在想福 我都想着我一出门会倒霉的 我要这样想 不是啊 千万别这样想 那你活也别想活了 累死你啊 快乐也不是快乐了 痛苦也不是痛苦了 是 这些圣人的哲理 是让你那样去看 是看待天地外物 看待事件的 让你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很快乐 快乐到很久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让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也能够承受 你知道 既然我能够那么快乐的 享受生活 总有一些很可能 痛苦也有可能来临啊 毕竟我的肉体是这么脆弱 是吧 我们肉体真的是 我经常说 我们你看冬天 我们都穿衣服 连毛也没有 人家每个动物 都有那么厚厚的毛打印 我们的外面皮是吧 自己不长毛 热了也不行 冷也不行是吧 制度调节起来 还在口角 借助很多外在人 而且真的是 跑得没抱着 老虎快 打炸也打不过人家 连狗跑得快也没有 就是 哇 这么脆弱的一个肉体 零件啊 就是这个四大 在地球上 我们生存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们能活下来 全比我们的头脑聪明啊 就是否则很容易被灭了 是吧 一阵风把我们就灭了 吹灭了 因为我们脆弱嘛 我们你看恐龙都灭了嘛 恐龙那么厉害 在地球上 灭走了 人力比恐龙厉害吗 我经常想不透明啥 人力就留下了恐龙面 因为恐龙很厉害 恐龙很聪明知道 肯定也是 我听说是恐龙很残忍 听说啊 因为恐龙残忍互想吃 就是到最后发展到恐龙吃恐龙 就是打仗 打完我把你偷吃了 你把我偷咬了 因果来了 果爆导致灭去 就是他们的果就是爆啊 就是灭也是果爆啊 太残忍的 真的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啊 太残忍的东西在地球上留不住 就是会灭种的 你看老虎也快灭了 就是觉得可能人力没那么残忍 就是所以越来越多了 好像好像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 人力快接近 肯定是很残忍 就是可能人吃人了 就是这样 没有人家 不是很残忍 这就是跟我们的 是这些人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